大家好,今天要講的故事是小豬噗噗 我們來說小豬噗噗的故事吧 噗噗是一隻愛乾淨的小豬 它喜歡做的石粉糕 它喜歡和朋友一起挖寶 它享受在學校的每一天 晚上,它喜歡和爸爸媽媽在一起 但是,有正式噗噗一點點不愛 那就是搗亂 我的朋友都可以整理房間 為什麼我不行 爸爸說 如果你想成為一隻了不起的豬 你就得這麼做 你得知道動物 活動活亂 媽媽說 去把房間弄了 穿上她衣服 然後才可以出去玩 好 好啦 呼呼回到房間 就把 棉被走開 衣服扯出來 把毛巾放在地上 還穿上一件肮脏的衣服 好了 夠髒 夠髒夠髒了嗎 爸爸說 作為先生 玩具都還在箱子裡喔 拜託 在你房間還會變成 很髒兆兆兆的豬肉以前 我不要再聽到你的吭聲 好啦 呼呼回到房間就丟了 一個玩具 兩個玩具 三個玩具 四個玩具 五個玩具 五個玩具 六個玩具 七個玩具 八個玩具 九個玩具 十個玩具 夠髒夠熱的嗎 小公司 是的 呼呼 你現在可以出去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